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离开云水瑶景区我就直奔下一个景点 南进田楼坑土楼群 从云水瑶出发距离有18公里 驾车需要35分钟 进入景区后可以直接把车子 开到土楼群旁边的停车场 这对自驾的游客比较友好 这个景区门票90元 不限制游玩时间 大家好 我是俊古 我现在是在福建漳州市的南进县 今天要看一个非常著名的土楼群 叫做田楼坑土楼群 这个土楼群在福建土楼当中 也算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了 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在福建所有的土楼群当中 最精美的一个 现在就沿着这条步道 走到最上面的观景平台 从最上方往下逛 田楼坑土楼群主要由一座方楼 三座圆楼 一座椭圆楼组成 分别是布云楼 镇昌楼 瑞昌楼 合昌楼 文昌楼 方楼布云楼居中 其余四座环有周围 因为它独具特色的建筑组合 还被称为世界建筑的一朵奇葩 田楼坑土楼群始建于清康西元年 也就是1662年 整个群体的形成历时304年 田楼坑村原名叫田辽坑村 后因为地形向田楼 四周又群山高耸 中间地形低洼 行四坑而得名田楼坑 元朝末年 田楼坑村的皇室祖先黄熙桂 带着儿子百三郎 从福建永定县傲遥出发 经过胡阳坑 下坂村 礼屋 上坂辽 到了田楼坑 黄熙桂及儿子百三郎 既着手先搭盖草棚安居 靠养母鸭渡生 从一个草棚发展到有五座土楼 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呢 很抱歉 我没有掌握到更多的资料 但这里有这样一个传说 田楼坑的祖先黄百三郎 有一天在田楼坑 放养鸭子的时候 被突然来到的雨 淋湿全身 想找地方避雨 但却听到呼救声 黄百三郎冒雨冲向坑边 但只有声音不见人影 黄百三郎发现声音 是从坑里的一只大田楼里传出 当黄百三郎抱起大田楼时 田楼变成了一位貌似天仙的姑娘 并自称是田楼姑娘 后来黄百三郎与田楼姑娘 忠诚眷属 因为田楼姑娘的神助 黄百三郎得以从一个养鸭少年 成为一方附身 黄百三郎为了让儿孙 纪念田楼姑娘的功德 就把小山坑取名为田楼坑 这也是田楼坑地名来历的 另一种说法 这虽然是一个传说 确切地说是一个神话传说 但很多时候神话传说 也是源于民间故事 而民间故事的创作 也都是源于现实生活 也就是说任何故事传说里面的人物 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它的原型 把神话传说中的神性去除掉 剩下的就很接近真实情况了 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 黄百三郎在山里放鸭子的时候 天空突然间下起了大雨 在避雨的时候听到有人呼救 结果发现一位姑娘 由于雨天露滑 掉入到一个坑里 黄百三郎就把它救了起来 两人在这次相遇中一见钟情 暗生情愫 此女子和百三郎成亲后 就成为了家里的贤内助 百三郎也加倍努力 做好养鸭子的工作 从此两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百三郎也成为了一方附身 明洪武初年 田螺坑皇室始祖百三郎 金风水先生指点 在他搭建草棚的地方 就是一块宝地 同时为他的宅机定分金坐像 牵线 打桩定楼形 修建一座高三层 单层二十开间的方形土楼 合昌楼 合昌楼建成后 又在其下方的田野上 建了一座宗祠 江夏堂 已是对皇室前辈的怀念 从观景平台走到土楼群 大概就是200米左右 一路上也是绿树成荫 我们从地理位置最高的合昌楼开始逛 合昌楼在布云楼的东侧 始建于原末民初 约1354年 是田楼坑土楼群当中 建造年代最久远的一座 合昌楼原来是方楼 但在20世纪30年代被土匪烧毁 1953年在原址上重建时改为原楼 合昌楼坐东北朝西南 占地面积1268平方米 高三层12.3米 内通廊室 每层有22间 共66间 有两部楼梯一个大门 我现在是站在土楼群当中的一个小平台 从这里可以看出 五座土楼是依山市而建 最高的是合昌楼 这座是瑞云楼 这一座是年代最久的叫布云楼 田楼坑土楼群 五座土楼都是坐东北朝西南 楼高也都是三层 布云楼建于清康熙年间 取名布云楼 寓意子孙后代读书重举 试图步步高升 轻云直上 布云楼占地面积1050平方米 属于内通廊室方楼 每层26间 共78间 四部楼梯一个大门 楼顶有四个射击口 底层四个角的房间开一个窗 其余的都不开窗 瑞云楼建于民国25年 也就是1936年 瑞云指的就是牡丹 吉祥富贵之意 喜欢阳光充足 土地富摇的地方 坐落在五座土楼的内宇 有藏风聚气之功 体现了含蓄极顺的朴素观念 瑞云楼占地面积1063平方米 直径35米 内通廊室 每层26间 共78间 有两部楼梯 一个大门 文昌楼建于1966年 在布云楼的西南侧 占地面积1288平方米 是五座土楼当中最年轻的 也是最大的 文昌楼比较特殊 它不是正圆形 而是椭圆形 这样设计最主要的用意 我认为是更加有效的利用土地 在有限的土地中 建造出更多的房间出来 它的长径有45.7米 短径34.5米 每层32间 总共96间 两部楼梯 一个大门 取名文昌楼 除了文运昌盛的意思以外 文昌还是一位神灵的名字 叫文昌帝君 是主持人间陆籍的民间神灵 文昌楼里面的空间要大得多 这里面的店铺真的是包楼万象 有客栈 餐馆 土特产专卖店 茶馆 最中间也是一口井 这里面也有一些体验式的民宿 但是我估计里面也是没有厕所的 镇长楼建于1930年 占地面积976平方米 是五座土楼当中最小的一座 内同廊室 每层26间 共78间 两部楼梯一个大门 镇长楼的里面有两座这样的建筑 不知道是饭点到了还是什么原因 这里面显得非常的有生活气息 后面就有人在炒菜 这一次到福建 我游完了好几个土楼群 我发现田螺坑土楼群 与其他土楼群不一样的是 这里的土楼比较集中 而且在土楼群中 不会有其他现代化的建筑在其中 而是清一色的土楼 一个土楼群能够保存得这么完好 确实难得 虽然和其他有名的土楼比起来 这里每一座土楼都算不上精致 规模也不算特别大 但是这五座土楼 平面呈显梅花形排列 疏密得体 错落有致 一座方楼 三座圆楼 和一座椭圆形楼 这是独一无二的建筑组合 在空中俯瞰一方四圆 酷似餐桌上的菜盘 被当地人戏称为四菜一汤 比起四菜一汤这个戏称 梅开五福的解读 更具文化内涵 依山而建的一方四圆土楼 形状如同一朵缓缓开放的梅花 梅是华夏之花 五座土楼取梅开五福的吉祥寓意 是来自洛河文化 田螺坑土楼群 按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生次序建造 洛书以五为中心术 是古人追求和谐的理想状态 人类生活的基本源泉 都归结为五行物质形态 金代表着冶炼之术 木引申为农业生产 水是生命的源泉 火是生活的动力 土是人类生存的根基 这是洛河文化的基本论点 也是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最早构架 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 五座土楼错漏有致 无论移动哪一座 都会破坏眼前的和谐美感 和世界上的协调 土楼群所在的田楼坑村不大 五座土楼 青山 梯田 构成了村子的主要风貌 村民大多数姓黄 居足而居已经有三百多年 相对比其他土楼群 田楼坑土楼群居住人数多 生活气息浓厚 在这里仍然可以观察到 土楼内原汁原味的生活 当地人几百年来都以农耕为业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不过随着来到田楼坑村的游客 越来越多 他们现在还多了一份 家门口的旅游生意 漫步在鹅卵石铺旧的乡间小路上 处处生机蓬勃 阳光照射下的土楼 散发着一抹橙黄色的暖意 一座土楼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 里面有各家自用的卧室 厨房和粮仓 有生活用具和粮食 还有共用的水井 共用的祭祖场所 有小孩一起读书的学堂 既分又合的特殊建筑结构 有利于妥善处理大家族与小家庭的关系 楼内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楼归名曰 各户人家和睦相处 互近互爱 同楼共济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土楼孕育出了这样的美德 它就像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有着宽厚的臂膀 和海纳百川的心态 使人不自觉地去维护这份美德与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